今日是我渡天师节的日子 欢迎各位前来见证 今日我必将成功渡过天师节 成就无上境界 必顾天师渡天成功 必顾天师渡天成功 渡天哥哥加油 挨劳 渡天哥哥 千娇小姐 天师肯定我 老天爷 这一次你收回了我 再有七日天师节就会降临 你必须找到传说中的双鱼玉佩 方能渡劫成功 否则你死定了 师父 神无自会 无法推算 要像七日内机器 那简直比登天还难 托儿子之时日无多 所以只想陪带温温七十别 师父我中 走吧 我 云州江市江千江 求吴天师救我奶奶一命 我愿 为奴 为婢 我可不需要什么奴婢 不过你刚才说你姓 江 那江艳是你奶奶 正是 奶奶定位 只要吴天师肯出口相助 陈小姐 便是我江市集团的总经理 巧儿失业心那么重 如果能在我临死之间 祝他更上一层屋的话 也不枉我们七年的感情了 好 我答应 多谢吴天师 我现在就去发布任命通知 随后我就去陈家接您 好 这套房子 承载了我和乔儿提的会议了 可惜 我就要死了 五分钟前 江市集团正式任命陈乔儿小姐 为集团总经理 并宣布今晚为其举办生殖宴 陈乔儿小姐也因此成为了云州 最快突破百亿身家的商界巨头 这将钱交的效率 挺快的 我 我 我浪费 死哪去了 妈 我这不是帮乔儿 妈什么妈 乔儿结婚了吗 你就叫我妈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不许对外说 你是巧儿的未婚夫 不然我打断你的腿 凭什么呀 你还有脸问 看到没 巧儿现在已经是江市集团的总经理 身家破百亿 你再和他在一起 只会让他沦为所有人的笑顶 巧儿是我的 四海八红之内天上地下之间就无人敢笑的 你的女人 我呸 你 撒谷尿照照你自己 你和巧儿站在一起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这巧儿养着一条手呢 你什么你 就知道游手好闲 从大麻将 你就知道贪手 为巧儿拿钱 男人 坐到你这份上 不如死了算 我请告你 立刻跟巧儿分手 我不会同意 巧儿更不会进去 我同意 巧儿 你刚才说什么 五爹 我知道你一时之间很难接受 但长痛不如短痛 你也该认清先生 我 陈巧儿 自从进入江氏集团起 短短三年身份连挑六级 如今更是成为了江氏集团的总经理 身价破百 不如 江氏集团还要给我准备生殖印 整个云中所有身价上亿的权贵都会来为我祝贺 我说这些 并不是要向你炫耀什么 而是想让你知道 我的未来 你想象不到 我们之间的距离好比 江氏集团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总经理 就能让你放弃我们几年的感情是吗 江氏集团 那可是云州第一财团 很多人连进去找厕所的资格都没有 更何况是江氏集团的总经理 仅次于那位商界女帝 江氏董事长江千娇啊 你听到了吧 说句不好听了 现在的我 也高攀不起 你早知道会让我滚了 黄成这样 江千娇跪着求我收下总经理之位时 我就不应该答应他 我说咱们大老远听到语人狗笑的 原来是你呀 你刚刚说 这总经理之位 是江千娇跪求你收下的 没错 你怎么也配 我今天来这儿呀 就是想告诉小儿 是我 组织董事会成员 向江董投递推荐信 这才让江董任命巧儿为总经理 北风 谢谢你 吴迪 真相大白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还是我来说吧 巧儿曾经年少无知 与你在一起七年 是他这辈子最大的一年 你就当行行好 平日里留守好险也就算了 他结婚打人了 陈巧儿 你到底是瞎了还是傻了 他一直在骗你看不出来吗 我自己 美风他一心为我 和你 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 你可帮我一丝一毫 你真是太令我失望 可过来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好 陈巧儿 你这种经验说的话 也后悔 疼疼 这间房子承载了我们所有的情感 既然是我提的分手 那这房子留给你 欠你什么了 我 你这种经验 就当行 抱怨你 我 还想着光阴的浮现 一旦 我记轮时间 我的天啊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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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呀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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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我从此恩断习决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还给我给 你怎么赚 这张卡有两百万 哪是成赶紧滚蛋 至于这套房怎么 对乔儿意义为难 等我们以后结婚了 刚好可以 用来当我们的婚房 我已经破个气弹 小和乔儿在这里 灰散汗水了 什么找死 臭钱 臭钱 你放下 让我犯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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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王子的主人 只能是我 要是乔儿他有新欢 我可以祝福他的这个人 可能是你 你凶死了 你 刘少 你怎么样了 刘少 我 我才要告诉你 杀 江总 我不是说你 我是说刚从这里冲进来废物 他叫无敌 无敌 对对对 江总 你有所不知 刚才那个无敌打了刘少 你一定要为刘少做主啊 江总 你无许操心 我现在就去废了他 亲自 走 还行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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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我 别 你个废话怎么喝 完了完了 这人怎么没来下来呀 我光明正大的走进来 谁敢 放你的狗屁 惊了 可是江氏集团为巧儿 主办的生职业 这有资格进来的 可都是生价过硬的大物 你一个吃了巧儿 七年了 把肺子 凭什么进来 来啊 把这个肺部推给我打断 抠手去 我看谁敢 江氏集团组织长 将亲江小姐到 今天是陈巧儿小姐 任命我江氏集团 总经理的生职业 但是 今天的主角另有其人 他乃是真正的人中至尊 天之雕子 同时 他也是我的救命 连想懂都尊信的大人 还是他的恩人 我的天哪 这是何方生生 接下来 就让这位大人物亲自宣布 对陈巧儿小姐总经理的任命 下面 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这位大人物 隆重登场 无敌 是老如你 你想弄到什么地方 快下来 江总 你有所不知 他就是个出门犯的废物 换起来就是为了我呃成经理的钱啊 没错 我女儿已经跟他和平分手了 他呢 白得一套房 现在还要帮我女儿拿钱 他显得欺人太正了 无敌 难道现在要怎么干到临头的时候 你才知道悔改吗 狗狗闭嘴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 够了 我原本想赠你一段锦绣前程 既然你有眼无珠 就好自为之 你什么说什么你 我你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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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他抓回来你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取消圣志愿收回对陈巧儿总经理的任命 我 吴天使 听千娇说 你在寻找双玉玉佩 没错 罗太君 您可知道下落 双玉玉佩中的洋玉玉佩 正是我江家的传家宝 真的 老裴俊 我以天师之名启示 这苍穹之下 但凡是能交换杨玉佩的 无论是何物 我都能给你取来 如片师 明天云州将举办一场 国际古董拍卖会 据我所知 江洪生也去参加 我明白了 老裴俊 那这拍卖会 亲自去 Ladies and Gentlemen 国际古董拍卖会 现在正式开始 所谓最美不过发廊彩 这是一件来自清代的发廊玉子 不过在这里我需要提醒各位 这其实是一件房品 房品 拍卖价 一万 海门第一件竟是个房品 现在的拍卖会 越来越漂亮 就是 这种垃圾 拍什么拍 这种东西 给狗狗都不要 赶紧下一件 下一件 如果没有人加价的话 那就留拍吧 慢点 一万 不要 现在有些穷狗啊 没钱还敢跑来拍卖会 像这种便宜的房品也买 也不嫌丢人 伍弟哥哥 你要是想体验买国用的乐趣 我到时候可以去陪你买真的 这 这只是一件房品 实在不值得呀 那我要是说 这件房品 价值千亿 千亿 伍弟 你有这一万 你倒不如去买点充脑 好好补补你这脑子 少在这丢人现眼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四狗 我奉下你 这狗 即使是站起来的 哎呀 成为人 这房品 也不会因为你去画 物价所值 废话那么多 你要买不起啊 就把你那嘴铺 闭 我出不起家 一百万 这破瓶子我一样 四穷狗 这一百万 就当我为狗了 你本事继续出嫁呀 我替他出 五百万 张千角 你为了这个江湖骗子 花五百万 你脑子抽了吧 他说值千亿 那这个房品 就是值千亿 你要是出不起价格的话 可以闭嘴 好 我倒要看看 到底能出多少钱 千万 三千万 八千万 十亿 江会长 您是否还要加价 加价 啥子才加价 江千尿 你花十亿 买了这个房比 恐怕 没有人比你更逾准了 我不假的 十亿 这破烂 你的了 原来如此 江会长 这是杀人诸心 如此不理智 沈刚成大气 这江市集团的董事长 也不过如此吗 沈江 花十亿 换了千亿 不快 真是死 鸭子最硬 既然你不相信 那不妨我们赌一把 赌 赌 赌什么呀 就赌 这件房品 到底值不值千亿 疯了吧 这是要玩 四级的技术 年轻气盛 五星上来 全也劝不住 胡平 你疯了吗 你小子一心求死 那我都成全 说吧 赌多少钱 不赌钱 赌钱都没意思 不如 赌你身上的洋鱼玉佩 洋鱼玉佩 这可是传说中的 双鱼玉佩之一啊 江会长 居然还有如此成功 想赌也可以 打整个僵士集团 当主动 我就答应 无需僵士集团 好 就赌整个僵士集团 拍卖会终止 我这里有两份对赌协议 一旦签署 赌局正式成立 并且以我们拍卖行作为公正 整个僵士市值至少五千亿 这要是输了 那就天塌下来了 你能够住呢 终于等到你了 江千角 从今天往后 你就要喝这个江湖片 的水打 陈大使 您可是健保界的权威 请您老当长眼 看这瓷瓶 价值是多的 好 那在下就现场了 不必了 吴迪你吵死了 江总 江湖长 我替吴迪向你们道歉 这 这是平中月 小友能借此月 陪我看看吗 嗯 感谢小友能让我亲眼见到死之宝了 在下 死生不后 何老师 您这是何业 受命于天 继续永生 这 就是十船一舟的何之蔽啊 此乃 命运之气 传国于喜啊 什么 何时蔽 如此之宝 价值千亿都少了 这个那无价值国宝啊 怎么可能 我就知道 吴迪哥哥是最厉害的 这赌局 我赢了 拿来 怎么 江湖长 你这书鸡眼啊 别他妈的废话 怨祷读书 我把杨玉玉佩交纸 我就是不给你 你奈我何呀 给我上 我看谁敢 周行长 周行长 他可是十大拍卖行长 总行长 他怎么也来了 事情我都知道了 江会长 既然在我的拍卖会上 把杨玉 按照规矩 就得把杨玉玉佩 交给这位小语 如落不然 怕是会坏了我拍卖行的 名声 我 你 我 怎么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不愧是架着千亿的何事变 真是冰心雾霞巧克天公 既然乌迪哥哥送我这么贵重的命令 那 那 我就好好报答一下乌迪哥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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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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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我我刘北风 你 啊 有点意思 这位美女是 哦 这我马泽 您看 你这种过色也配有这种滚蛋 美女啊 怎么冲我 我 我是陈巧儿 江少 我来找您 是想请您帮个忙 啊 帮忙呀 可以啊 我这个人呢 就喜欢给美女帮忙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说吧 什么事 今天您父亲参加了一个拍卖会 有个人叫吴迪 他和您父亲有点误会 吴迪 我爸跟我说 那个吴迪 坏了他的好事 迟早要死 我可以帮你听吗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可以帮你听吗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想干净 想漏是吗 江少 我不是这样的人 那你他妈是哪种人 给我做一件事 来人 把他给我抓 让他给我舔干净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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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怎么尊敬 没关系 我就喜欢你这根组 待会儿 让你把在场的所有人贴 我看你怎么尊敬 哈哈哈哈 老实点 哈哈哈哈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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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生之地 你等于又是谁 伯迪 谁云云你 你快走 叫生云云 你可怕 了吧 你我 你不敢動嗎 來啊 何用刺 你幫傻子 侯蝶 侯蝶 侯蝶竟然這麼厲害 你別過來啊 你趕過來我弄死他 有情你也配跟我討價還價 你也配跟我討價還價 一巴掌 第二巴掌 好色成性 咱倆巴掌吧 第三巴掌 子不叫傅之過 既然你爸不在這兒 而這第三巴掌你就替他受 哈哈哈哈哈哈 我告訴你 你死定了 我爸有北江王扯遙 你打我 就是當北江王的臉 北江王 原來你們父子倆的儀仗 就是他呀 那我也告訴你 就算我借給北江王一百個 他也不敢在我面前造死 你看我路北江王 北江王不會放過你了 遲早來宰了你 我可 你恐怕沒有這個機會了 我爹 你不能殺他 他要是真把北江王叫來了 你必死無疑 放心 我說了 北江王在我面前沒這個膽子 尋天宿在此 里面的人就能放出 我爸叫尋天宿的人來幫我了 巧兒 巧兒 你 尋天宿的人 你就說都是我的錯 以前是亡情 我不能連累你 是的 小灰朝 跑跑跑跑跑 跑跑跑跑跑 Twitter 小灰朝 跑跑跑跑跑跑跑 我 transcription 快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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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我的全家 是我 你 就是我 这人 老的傻 不成 狗哥 把人都带回去 交由寻家 是什么 三度 儿子 大姨 一定替你报仇 我可以请最好的东西 让你见过的 北江王大人 小的愿与奉上 未来死海 商贵十年的所得 请您来云州 为我儿子报仇 把人带来 林高宗主大人 传巧儿后无敌 散散死战 还持续心胸 哥们将以辞职 对此二人的行径 已经严重违反落东国律法 简直是胆大道 对于此穷凶极恶之徒 我强烈建议 让二人 一步歇阵 不得罪 严重恶毒 一步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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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巧儿 你的确有罪 吴迪哥哥 吴迪你个王八蛋 我女儿替你顶罪 你居然 再打一耙 看到了吧 巧儿 他吴迪就这个白眼了 嗯嗯嗯 纵使他将亦有错在先 请不要玷污你 那你也不能割了人家的舌头啊 而是 你也不割 笨了 二人 杀了他 杀了他 你这气我家是集团户人了吗 我看谁敢弄他 你也看我杆不散 他们就该为姜义偿命 你背叛我 姜董您这是 我大公无私为正义 何来对 堂主大人 我等自愿退出此次庭室 走 你是敢走 就是因为我姜氏抵他为敌 你 书记 皇上至上 即使喧哗 他为人提出 马上 你什么话说 一切都是我的错 人是我打的 相云的舌头也是我哥的 不无敌无关 你们要罚 就罚我 不就不是罪犯 有罪的是我 一猜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位狗男女是一伙的 冤枉孤是任何一个罪人 这一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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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家 你们二人 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有话要说 陈巧儿 你 的确有负 你那么就是北洋王 慌位慌位 成何激动 也发生了什么事 要北洋王 和四海上帝在里面 我们是逃出来的 四海上帝 那个江洪生可在里面 没错 江洪生的儿子江玉 就一个无敌的当场给杀了 江洪生大怒 要真的无敌 偿命啊 你说那个人 叫什么 无敌 居然真的是天使困 叶唐 你 杀了我儿子 我让你血宰血长 好大的口线 向前脚 等北洋王大人到了 你这就是躺壁躺车 我听让你万劫不过 有我在 谁也别想伤害他 然后你一心求死 那我就成全 北洋王大人还要多久呢 林高回家 北洋王大人 已经到了 听到了没有 北洋王大人已经到了 你袒护他们 这份罪孽 你长手的气 齐齐一个北洋王而已 要你跳成这样 胡迪 你们口中的北洋王啊 在我眼中不过就是 如蝼蚁一般 没有什么可怕的呀 江会长 一切都是由我而其 与其他人无关 你要杀 就杀我 三八一算老体啊 啊 我大人到了 我三天后杀你 傻你啊 还在 九首 北洋王大人到 你死定了 北洋王大 我 我 北洋王 哎 哎 完了完了 北洋王真的来了 小小狗妈不知巧儿 连我们都要被无敌这个废物给孩子 真的是无敌是 北洋王大人 你终于来了 就是他呗 我害死了我儿子 我要 躺着他的面 把他两个女人 先见后杀 最有此理 北洋王 你打错人了 你打我干嘛 你打错人了 我打的就是你 江湖上 你一天到晚打着我的旗号 到处招摇撞变 坏我的名声 你以为我 人都不知道 不不不不 北洋王大人 我这次真的没有败坏你的名声啊 你还 我 我自然要为他报仇啊 你 你儿子 你儿子 习惯作恶作断 就是死了 也是死有余 至于你 都事到如今了 你还不死回改 如果你想死 那就随你儿子 立即去吧 哎 别扬我大人 你扬我 别看待我死儿子 你扰了我 你该道歉的人 不是我 这叫你 对不起 是我 不 是我儿子 你扰了我 你扰了我 你自己来拿个主意吧 既然将一已死 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还不快滚 还有你儿子 快快快 我这人一生最痛恨的就是忽加忽畏的卑鄙之人 可没想到我这手下也出现了这种人 真是惭愧 惭愧啊 如果没什么事 那我就先告辞了 给你们添麻烦了 哎 这这这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没想到北京王大人 居然这么正直 那先走了 好 陈巧儿 你可知无敌哥哥落水不在事情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巧儿 我们也走吧 巧儿 女儿 你怎么了 没事 我刚才太紧绷了 这突然一缩下来 死了头疼 哎呀 巧儿 你别碰我女儿 巧儿 那扶来扶呀 刘少 听思终 巧儿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刚才之所以就就是给你搬救兵去了 不然以我们两个怎么能对付得了江义啊 对呀 巧儿 刘少 把这事情都跟我说了 他真的不是想抛下你 真能装啊你 那你再来的人呢 就我所知的寻天司是江天交代 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 你呀 就是害怕得罪江义 所以他夹着尾巴逃跑了对不对 不得你狗叫什么 你以为你踩着狗是用紧到一块合适壁就真的抱紧了江乌的大腿 做梦 你就是一个吃软饭的江湖骗子 等江乌的行鲜劲过了 你就会像个垃圾一样被抛弃 懂吗你 懂你老母啊 你还打我你老子弄死我了 你怎么 乔儿 乔儿 一块合适币一千个亿 不比你刘北风之前多了 哎呀 乔儿怎么能这样呢 这样孩子 刘少 你放心 我一定 好好的劝劝他 好好的 老子要你不能好死 还有你 陈乔儿 老子怎么办呢 北江王拜见天师 这一巴掌是我管教手下不力冒犯了天师该打 不过 天师 请天师放心 从此往后我北江王与江湖生最无瓜葛 你呀 起来吧 念在你秉公执法的份上 我再给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 天师 江不法 五天后 我将再次杜劫 必须集齐双鱼余配方的杜劫成功 然而现在 我只得到了杨鱼余配 另一块 仍下落不明 这样 你帮我放出消息 谁要是能让我得到金鱼余配 就当我欠他一个人情 我可以为他出手一次 亲事的人情 不 此事已传出 恐怕整个云中 都会陷入疯狂 都是小事 除此之外呢 五天后我还将举办一场杜劫当年 邀请天下群雄前来观礼 这次 不成功 变成人 是 好了 我还要回去照顾巧儿 尽管把此事办妥 恭送天师 儿子 他们有本性 不是 不是被向往的 对 没有办法替你报仇啊 秦若 让无敌和那两个贱人 现在还活着 可恶 江会长 江会长 既然说别 我有办法 王教授报仇 什么办法 江会长 您可知天杰格的天使大人 喂 天使谁也不知 就连 你江王在他面前一如楼椅 你这和天使有什么关系啊 江会长 没有所不知 就在刚刚 说天使要中开动结大点 即使索云律佩动结 要是能得到索云律佩 天使就见谁一个人了 没错 我爹正该死 走了我的养女 为 又不然 我现在已经得到天使的一个人 好事 会将王在我面前 回到我们眼里 江会长 这正是我要给您说的办法 我们干脆 抓住江千交和程晓儿 命令他们威胁我们 逼他交出养育预备 你不是很喜欢陈巧儿吗 你舍得呀 陈巧儿那个贱人 浪费我对他的感情 就别怪我心横手吧 那好 有意思的决心 就亲自从四海商会调人 此事有着 陈巧儿不仅交给你任由你组织 而且我带你念见天使 谢回家 我定当解禁权利 哎呦 吴迪来了 哎呀吴迪 快快坐快坐啊 哎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我已经好多了 吴迪哥哥 姜董 姜董 这是给你们 谢谢 吴迪哥哥 这是我亲手为你拿的汤 快趁热喝了吧 给我 哎 我去给你们切点水果啊 我去切点水果 哎 哎 吴迪哥哥 呸 不要脸 吴迪哥哥 你怎么不拿着 谢谢啊 你也太客气了 跟我之间 哪里运得是谢谢啊 姜董这话说的 我跟吴迪都在一起七年了 他可从来都没对我说过谢谢 可能是姜董和吴迪 接触的不多吧 那他对你客气也是正常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和吴迪哥哥 应该早就分手了 就是一丁点的小矛盾而已 姜董真是说笑了 那个 这吴挺闷的 我出去透透气啊 透透气 对了 这个汤 巧儿你喝了吧 别浪费了 哎 我 挺热的啊 我就和你实话说了吧 对吴迪哥哥 我实在必得 我和吴迪可是有七年的感情了 和边边 吴迪又是个念旧情的人 那我们坐着墙 好啊 是吴迪哥哥吗 是我 哈哈哈哈 喂 吴迪 巧儿被抓走了 说什么 不 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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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迪 刘北风抓走了巧儿和江东 你快快救人啊 伯母 醒醒伯母 也是 快 叫人带他们下去治疗 哎 看着放心啊 上 我 你 看我 上 你 臭 你 臭 臭 你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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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 戴上羊羽日配 来迎合上转 给这两个剑 收拾 哈哈哈哈 你这个北风 你江洪生 你今天不杀你 师父为人 来人 彼此 天使是弄了真火 这小小的人众 恐怕承受不住他的怒火 不会 立刻传令下去 召集十万门徒 随我去银河山庄 救出两位小姐 平时不是铁康庄啊 再给我装一个试试看 有本事 就是条狗 江氏集团 做鬼都会放过你的 江氏集团 脑子有江会长到的 怕你一个江氏集团啊 我告诉你 今天你的任务 就是陪江上完成离婚 陪他去 哈哈哈哈 是你吗 江会长已经答应把你送 让我处置 等离婚结束 你就跟我回去 祝我的女王 天天起业 哈哈 哈哈 老子让你很久了 我好不容易等到你跟吴迪分手 结果你天天帮着吴迪道歉 还愿意为他去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今天 今天老子必须干了 儿子 生下还没结过婚 这么仓促的走了 马提你了却心愿 带过来 带过来 我请 过来 待会下去了 好好伺候我儿子 干嘛 你劝你们最好把我们给放了 要不然的话 皇帝哥哥是不会放过你 不必当光耿 他要是跟来 看我怎么弄死他 你们做这种事 做不怕北下王大人怪罪吗 北江王再大 能打得过天极客的 绝代天师吗 等我拿到了 杨鱼玉佩 献给天师 北江王 他奈我喝呀 你知不知道 门口中的绝代天师 张天枪 你还真是病急乱同意 吴迪要是天师 那我就是天师的爹 哈哈哈哈 走了 时辰不冷了 不等吴迪了 我儿子生前是一年了 你先受过 江会长 您不是答应我 他认不吐头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你只不过是我儿子身边的一条狗 你为何我谈了解 你 给你三秒 不滚 那就永远留在这 不过 不过 儿子 您里面一个 外面一个 咱上阵副子兵 天爽光 送他们上路 儿子 爸陪你一起干 江洪生 你找死 江洪生 你找死 你找死 父弟 我和我儿子都准备干你女人了 怎么才来 父弟哥哥 小二位放在彎材里 和江洪的尸体在一起 什么 你得死 拿住他 你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 全不是 你 你 你 滚 怎么可能 开过去压死他 我一定会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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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手切手挖掘机 你还是人吗 啊 啊 哼 熊 你死了 前九 你怎么样 快 老儿在里面已经没动静了 快去救他 站住 别过来 再过来 老子一枪崩了 这里面这个女孩 爹 你为你拿着手枪 你能威胁得了我是吗 站住啊 你才快 能快的过子弹 啊 那 就算死 你要拉这个女人陪他 五弟哥哥 别扔他 要是真出什么意外巧语 你真没命了 五弟 没想到 我准备了这么齐全 这么多高手 还被你一个人给掀翻了 好 我承认 你五弟很厉害 但是 这个世上 能活下去的只有我一个人 哈哈哈哈 把杨鱼玉佩交出来 要是不能 拿出来 五弟哥哥 拿开 拿开 就是他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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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有了他 这世界上 就被人家杀得了我了 哈哈 是吗 真是天不群我呀 微笑我大人 您看 这就是天师所需的双鱼玉佩之一的羊鱼玉佩 有他 我呢就可以盘上天师了 快 杀了 蝴蝶 我和您 我想着羊鱼玉佩 你 天师 我来 往 往您 你 你 金师 天师 江湖上 王才强 为你受想 你什么天师 我怕 谁死 没想到我这么努力 居然是这个结果 这杨鱼是非于我 有什么何用 请公商 再说一遍 放下枪 我放进吗 小未来 童谷竟 贫瘾 端不信 童谷竟 此地属阴木 枪属阴 一旦开枪小而不明 而你 必死无疑 天使 少在这里装模作样啊 我江湖当 从海不信平 今天 我就要逆天改命 拉着这个女的 一起跟我背大 你敢 是一致死 会有什么不干 没有人给审判我 去你妈的骗子 下来 丑儿 怎么样 没有什么答案 只是全氧困死我下 那我现在的好事 今时他还丢着一口气 我跟你说些什么 要带一言吗 我告诉你 另一件 阴雨预备 就在 宣明门 永远也折不到 宣明门 就是那个和天际阁 齐名的魔忌 哇 你记住 宣明门来我天际阁的侍从 日后在红尘中游历 切记小心宣明门的暗算 偶尔谨记是不教会 没想到最终还是和宣明门遇上 慢将王 你可知玄冥门现在在哪 玄冥门历来行动不定 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具体位置 其实 你这是要 供上学的吗 没错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同一样出现 属下已经竭力寻找 一有消息 立刻闭望天使 这样 他在这云州根深蒂固 我心里能够多一些些 是 刘伟峰这个狗东西 王我之前那么信任他 没想到他居然是这种人 好了吗 现在不想听到他 行行行咱不说了 巧儿 伯母 你们感觉怎么样 无敌啊 你总算是来了 伯母我没事就是巧儿 他还不舒服 你过来赶快陪陪他 乔儿 好点呗 嗯 这次多亏了北江湾大人及时赶到 忽然的话 恐怕我和姜董都已经没命了 你不知道 是我就 你干什么 你还护着他 他把这么贵重的东西 给了其他的贱人 我这么受想过你呀 伯母 你嘴巴放干净了 毕竟我跟乔儿已经分手了 你何时必要送给你 送我 晚了晚了 来 你给我滚 我 听什么是我 但是我家 就算要滚 也是你滚 伯迪 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 抱歉 我再冲动了 乔儿 你干到了吗 这就是他的心里话 这个白眼狼 他居然还要把我们赶出去 伯迪 你太过分了 我 要不是乔儿买的心吗 还没交付 我请你在这看他的脸吗 还没交付 我记得你们两年前就买了 他发生一直找理由不肯交付 而且那是帝都王室旗下的房地产 我也只能一直到 你拿着这枚筒钱交给我主要 我保证 他会立刻把房子交付 伯迪 你别开玩笑了 姜董都告诉我了 是北江王大人救的我们 千娇呢 我醒过来之后 他有事先走了 千娇 你是不想让乔儿知道我的身份 他故意这么说的吗 伯迪啊 乔儿刚醒 你在他面前 总做其他的女人干嘛呀 那个 伯迪啊 我听说你得到这块价值千亿的和氏币 你要不考虑考虑 把它给乔儿得了 妈 说什么呢 那倒不对吗 照你俩这个势头 又复合 是早晚的事啊 就把和氏币当骗 是吧 我包 抱歉 那没和氏币 我已经送给千娇了 说什么 好啊 你个现代陈师妹 你跟乔儿在一起的时候 没往家里拿过一毛钱 这个乔儿才分了几天 你就把这么贵重的东西 送给别的女人了 你看 你看我们扎死一个不要脸的东西 你当我们傻呀 王从阳 那可是帝都王家的家族 你算老几啊 王家族听你的 王从阳曾跪在我面前求我 他若能替我办事 那是他的荣幸 错了 吴迪 我本来以为你都改过自信了 没想到你还是这样 幸福还会颠倒黑白 你也不相信我是 信你 过去这七年时间里 要不是巧儿赚钱养家 换成你这个废物 我们倒就饿死了 既然如此 那我就去赚钱 半天时间不会把巧儿这些年对我付出的钱 百倍还回去 百倍 那至少 一个亿 你吹牛也不打草稿 你要是半天能赚一个亿 我就给我自己 三尔光 如果你赚不到一个亿 那就把这套房子还回来 好 也不一定 哎 我得你追他干什么 他这个废物 根本配不上你 喂 啊 我们这就过了 妈 怎么了 我们的房子没了 呦 这怎么还有一算线啊 你们看 出手切碗动生一夜 这是小钱小风什么 哎呀 你们就知足吧 要不是我交集用钱 给再多的钱 我懒得算上一算 小子 你换哪呢 当街要饭 也不像你这样要的吧 哎 你能质疑男杂症 不灵 分文不取 好 我妹妹就在车上 那状态很快 只要你能救好她 我就给你一千万 萨小姐 你这是病急乱图一啊 这种 一看就是江湖骗子 你可别害了二小姐 不得无礼 哎呀 全身抽搐 疯狂涣 浑散 谁天狂 时而又未光 这是你妹妹的正宗 你怎么知道 我还知道 若是半个课中 我再不出手相救的话 妹妹的 被死 邱先生 叫我妹妹一面 走吧 小小姐 果然是邪词入提 小子 我虽假是四大家族之一 你要是治不好二小姐 袁中再无你立身之地 不得无礼 临命斗车 立阵前行 师妹 醒醒 啊 妹妹 啊 啊 啊 死 妹妹 你敢害死二小姐 我让你成命 啊 妹妹 你醒了 姐姐 是谁救你啊 多谢先生 叫我妹妹一面 居然真的恢复成长啊 这位爷神了呀 乖啊 我们态度那么好 你会被他盯上了吧 快 快 起来吧 你妹妹啊 那是邪罪入主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们家祖坟 已经遭结了 家祖坟 邱先生 双手相救 一致谢 可 可以啊 可以 走 你放开 还房子 你说我们的房子没了 还还房子 费什么呀 对呀 拼什么 爸爸的房子还回来 没错 你就是个无量商家 扔扔什么 我都跟你们说了 公司经营不善 把你们的房子 暂时拿去抵押了 等到公司财政恢复正成了 你们的房子 就解放了 这都好几年了 要么你把我们买房子的钱还回来 要么给房子来 要么要等出头鸟是吧 你们就是这么对待业主的 还敢动手打人 我告诉你们 我们公司背后 可是有帝都王室撑腰 你们谁要敢在这闹事 不如你们吃不了 都就走 不是还是算了 我们再等等 是啊 帝都王室我们惹不起啊 哎呀 我的命好苦啊 你们就不怕我们业主 连起手来起诉你们 起诉 你们干嘛 你们要真有那个本事 上帝都找王家去闹去 少在这里给我呼叫蛮茶 王家主 您能来我们公司市场 真是我们的名幸 王冲阳 王家主 什么 帝都王家 王家主 我有话要对你说 他们骗钱骗房 没天理啊 哎呀 妈 他说什么 还有 这帮人干嘛呢 让我们家主 让我们家主见笑了 这就是个疯婆子 听不懂我说话吗 还不敢滚 咱俩废话 给我赶出去 你们前人太神 少不跟着我 慢着 铜钱 没错 没错 这就是天师的铜钱 天师 我听说过天际阁的绝大天师 那可是连北家王都卑躬屈膝的大人物 怎么回事 这不是无敌给的铜钱吗 好 放到胆盖 感对监视的人不敬 好 放到胆盖 感对监视的人不敬 我 王家主 他们 擅自把我们的房子去抵押 这么多年了没有交付 还要让我们 还房贷 这叫做骗钱骗房吗 对呀 实际上太难干了 这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啊 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 我告诉你 我给你两天时间 两天之内 必须交付房子 然后自己选不该滚蛋 听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还有你 你被开除了 回 还好了 谢谢王家主 我们走吧 二位 既然这铜钱在你们手里 敢问天师是你们什么人 那个 王家主 你误会了 这个铜钱 是我女儿软饭的废物给的 我可以保证 他绝对不是什么天师 那这个铜钱 怎么在你们手里 我猜呀 他十五八九 偷的 偷的 不天师的东西 立马让他给我滚过来 李先生 我家祖坟就在前面 一天 医生 这谁在此设 这是要你满门报庇 龙先生 让你弄救我们孙家 要求捏碎变体 好 那过去看看吧 好 真不愧是神算子 此法神乎其计啊 表哥 你们这是 这位是帝都的第一巷师 神算子 他看出咱们家的祖坟有问题 我特意请他来驱邪的 你是 啊 这位是吴先生 他也说 我们家的祖坟有点问题 哼 你看这问题不算什么 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此地凶险 少有不胜 也不愿意造皇权 小子 我看你造好后 请早离开 你的银魂 造胜 这位道友 我入道之时 你怕还不知道在哪撒泼打我 要真实论起背部了 你还得管我叫一声祖师爷子 放肆 你怎么能这么跟神算子大师说话呢 妹妹 你从哪找了这么一个江湖骗子过呢 吴先生 你过分了 怎么 你也不相信我 那行吧 我走就是了 这临走之前啊 我再奉劝你一句 这里是人为所造 而并非识别 你这一记金光咒打下去 煞气必报 于自杀无益 哎 吴先生 哎 妹妹 你就不要管那个江湖骗子 大师 请您动手吧 集集 无力量 大师 不好了 开头 啊 不 不 啊 哎 怎么那么大师 找回来 大师 吴先生 吴先生 是我们原来不识泰山 快点出手 救救我们三家吧 吴先生 您才是真正的大师 我不该对您的警 打着微信 万费记不过人 且不前退出入江湖 我说 且不前退 我愿为能为助食业 哎 看在你们迷途之府份 那我就出手一次吧 尘归尘 独归 休息 击退 击退 没事了 没事了 谢吴先生 救我孙家 总是要再上 请受徒孙一辈 起来吧 我杀气 原来孙家祖魂昭捷 就是车骨 我想起来了 三年前 玄冥盟主来为我孙家 选址监坟 这植骨就是他留下的 当时他说留下这段植骨 会为我孙家聚财聚运 现在看来他是留下祸根 害我孙家呀 玄冥盟主的缘 原来得放下此植骨 就是为了窃取孙家 亲业 此吉 何吉 不业 什么 不过 他既然留下这植骨 也相当于留下了自己的一个破绽 你们放心 不久后 这世上再与玄冥盟 祖师爷 您是要出磨为荡 不错 祖师爷 我有物 王先生 这个卡里有十个植 是我们的一点幸运 好 那我就收下了 喂 狐狸 你喝哪些 这颗狗滚过来 怎么了 你还有脸问 你居然敢偷天师的东西 你好大的胆子 什么意思 吴迪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你们童谦是天机和天师的 我以为什么呢 这天师的不就是我们吗 放肆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冒从天师 吴迪 天机和天师 那是北江王导要仰望的大人吴迪 你是不是疯啊 你就是吴迪 嗯 让我走一趟 我们老板找你 要我去见他 凭什么呀 吴迪 那是帝都王室 王重阳王家主 他因为你偷铜钱的事而振怒 你一会见到他 你就要给他下跪认错 你听到了吗 你实在不行 就算那铜钱是你偷的 你知道吗 我还给他磕 哼 得 我倒要看看 他王重阳能奈我何 你 再路 吴迪 啊 看到了 他就是他 活不起来的烂泥 陈钱 要真是他偷的 他就是个灾星 我们必须和他 划清界限 虎爹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成熟一点 家主谁来了 听说你偷了天师的铜钱 好 你个王重阳啊 你最好把你的狗眼睁大 我看清楚我是谁 好大的胆子 你竟然 天师 小的王重阳 拜见天师 你拜见天师 还我发现你小子 一日不见 你 一日不见 你 知道错了没 我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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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师 我一时糊涂 我原以为 这么重的东西 被他人偷了去 怪我鱼不可及 喊我您受罪 我就发现 你这个是猪脑的 有谁能把我的东西偷了去 别怕 看在你这好心的份上 我就不怪他 你现在给我出去 向陈条母女解释清楚 好 没问题 对了 先生 我听说你四天后 要举行杜绝大殿 可是真的 没错 还晓得就恭祝你杜绝成功 在世人面前 你占别是公子 就别急着拍马屁了 先跟我出去解释吧 人呢 刚才那个母女呢 他们说又回家收拾东西 然后回家了 收拾东西 我说你们干什么吃的 连两个人都看不住 快快 行吧 既然如此 那我就自己回去解释吧 解释 为了表示我的歉意 等陈小姐再来收房的时候 我一定盛情坦白 并让他们求求 运到我们这里 最高端奢华的 希望你说的办法 别这样了 公诉无前事 这不是我的东西吗 怎么回事啊 妈 你你至少等吴迪回来 你再跟他商量啊 这商量个屁啊 蝴蝶 你这是在干什么 蝴蝶 你还真敢回来呀 你该不会是给王家主下跪磕头了 王家主才饶你一命吧 就他王冲阳也配我给他下跪磕头了 是他给我下跪 求我原谅他放他一马也差不多 蝴蝶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有没有胡说 你去找王冲阳一问饼 够了 你要撒风出去刷 这里是我家 你赶紧给我滚出去 你家 这里什么时候成你家了 怎么 你想抵赖 那天说好的赌云 你要是挣不到一个亿 你就卷不开滚蛋 现在别说一个亿了 你身上 哎 你分钱都没有吧 说来说去 不就是因为钱吗 是谁告诉你我赚不了钱 这张卡里有十亿 你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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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迪你随随便便拿张卡 就说有十个亿 你混到鬼呢 里面有没有十亿 你验一下不就知道 好 如果这卡里没有钱 那我就叫人把你轰出去 走 吴迪那我可刷了啊 尽管刷 十亿元 十个亿 十个亿 这怎么可能 半天赚十个亿 那一个月下来 岂不是百亿 贵婿呀 哎呀贵婿呀 是我错怪你 刚才是我嘴贱 我我输了 我再给我翻巴掌 哈 我来 我来 吴迪 你哪来这么多钱 你都干嘛了 没干嘛 就帮人看了个风水 什么 看风水 吴迪 你太让我失望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 你管他呢 只要能赚到钱 别管 干什么呢 妈 那看风水不就是坑蒙拐骗吗 这一下子掏出这么多钱 那肯定不是一番的事家 这后面是出了问题 涨上门来咱就麻烦了 什么 这有人出价十倍可费 都不能让我开口算 区区十亿而已 你未免也太小看我 你给我闭嘴 你赚这种不干净的钱 你要害死我跟巧儿吗 拿着你的臭钱给我滚 别后悔 等等 你走可以把房子又使用下来 巧儿 这也是你的意思 没错 好 既然你们有眼无助 就好自为之 既然你们有眼无助 就好自为之 蝴蝶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儿 北江王 立刻过来接我 哈哈 你脑抽了吧 随便一个电话就北江王 你以为你谁啊 蝴蝶 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改改这说大话的臭毛病啊 哈哈 哈哈 太好了 终于把这个废物赶走了 房子 便还回来了 嘿嘿嘿 妈 你这次太过分了 我都答应吴迪这套房子留给他 给他 他也不 他不是会坑王拐骗吗 他再去骗一套啊 他干什么我管不着 他死了都跟我没关系 啊我好了我好了 阿姨 怎么了 北北江王大人来了 什么 你真的是北江王的车啊 哎你真的是北江王的车啊 阿姨 你真的看到屋地上北江王的车了 没有 我是远远看见北江王的车 所以我赶紧就跑来告诉你们了 哎呀 那只是北江王路过而已 跟那个废物有什么关系吗 我 丑儿 好久不见了 你放手 妈也快放紧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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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北风你到底要干嘛 放心 我可不会伤害你吗 不过你们得跟我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玄 明了 谁有此理他陈家凭什么把无敌哥哥 赶出来 你怎么来了 我先去睡了 哦 哎木地哥哥 我 青椒 你怎么来了 乌迪哥哥有心事 我当然 是来为你解忧的 乌迪哥哥 你可知 我昨天为什么没有告诉陈强 真正救他的人是你 说说看 那是因为 我想让你明白 不管是陈家 还是陈巧儿 都不值得你留恋 乌迪哥哥 你是真正的人中之孙 只要你想 什么样的女孩都不到 陈家竟如此对待你 真是让我 好心疼你啊 嗯 今晚 不如真强啊 不是 我 你 好 五弟哥哥我先去換個衣服 你先出去吧 啊 天使您看這是我剛才在門口發現 五弟魂君有洋與玉佩 造化神功不勝心象寡日 明日射宴於玄冥門 亦要逆七余悅 君宿雅達必不知令我屠廢周章的玄冥門主立援 看來是玄冥門 是給我準備了一場紅門宴 江董 陳家出事了 什麼 陳家真出事了 好 我知道了 五弟哥哥 陳巧姆女士被劉北風帶走了 這個劉北風 沒想到離開江湖城之後 就投靠了玄冥門 看來是江我身負 洋與玉佩的消息 當了同名壮 可是 李源又不需要逗天使節 他要你的洋與玉佩 有什麼用呢 這玄冥門 能以我天機閣 世代為仇 且同處世界之典 若是我死在我天機閣下 玄冥門 你就可以衝王衝霸 玄冥門 玄冥門 我立刻召集十萬門徒 殺上玄冥門 我江家亦有三千五圖 可惜五弟哥哥一戰 他們若是真的想撕破了 就不會送來這要求 所以陳巧母女 短時間的應該沒有事 很好 那我就趁此機會 去一趟玄冥門 拿回英語名牌 這樣 你們二人就留下了 準備三天後的杜劫大田 有意志 足以踏平玄冥門 是 五弟哥哥 我和你一起去 你好 有我在 這世間沒有人能上你半分 嗯 去年最後一年時間 還有三分鐘 三分鐘以後 吳迪要是還沒來 他們倆 就瘋了 接不住 好啊 滿足英明 巧兒 吳迪怎麼還不來呀 會不是因為昨天晚上我的事 他姐姐不管我們了呀 你們昨天那樣的 即便他真的不來 那我們也指望認命 啊 哎呀 牛少啊 看在我們兩家交好的份上 你就給這位 李門主 說說請 吳迪拿了你們的什麼玉佩 你去找吳迪好了 我們母女是無辜的呀 放過你 放過你 哈哈哈哈 你也賠 完了 自從你知道我無敵得了和氏弊以後 對我 對我是怎麼一番 現在知道什麼 跟我談感情 你什麼配 劉北方 有什麼事衝我來 別逗我嗎 好啊 你看看我這裡這麼多 你能受得了嗎 你能受得了嗎 我喜歡什麼 哈哈哈哈 你到北方也太過分 過分 你 你 你心裡卻只有無敵那個水 你說我過分 老子說過要玩死 你 說到 最後 無命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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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中無敵 前來覆驗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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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怎麼真的來了 這裡很危險 不是你能對付的知道嗎 無敵 雖然你這麼在乎小孩 老子一會兒就當你面 開門 而迎客 門之遇見 奧世見 誰有門主 奧永天 玄冰能 黑龍神 門主為能 蓋還沈 故弄玄許 我的評價是 都不如無敵哥哥的一個屁 這話怎麼說的 我的屁 怎麼能有他們的屁 你就是无敌 羊鱼玉佩可曾在了 没错 的确是羊鱼玉佩 极其双鱼玉佩 就可以破坏天师妒协 到时候 不天之下 还不得以我玄冥门为止 既是复宴 你当自作 你既来了我玄冥门 就要关上玄冥门的规矩 想要入座 必须要过两关 上刀山 下火海 过了两关 你才有资格 与我谈条件 否则的话 就把玉佩放在地上 然后自作 我赐之谊 至于他们两个嘛 就留在我玄冥门 永世为目 不要和你们 就你放口我们吧 你们有谁就找乌迪 乌迪哥和他没有一点关系啊 妈 要不是乌迪赶过来 我们指不定什么下场 你还说这话 哎呦我不管 害的 我怎么会放过他的 我闭上 你再让让 我帮你撒 伏迪哥哥 人还在他们手里 你怎么办 行 既然他们不死 我不定我亲自可恋 那就换住我 别人 伏迪啊 你知道这儿是神秘吗 这儿可是玄冥门 这整个世上 除了天气格 还有谁能有 就凭你们两个 别敢来这儿 啊 那天让你侥幸逃走 没想到你躲到了玄冥门 好 我正好来娶你狗命 你干嘛说什么 单肯藐视玄冥门 招死 打断他的腿 然后当着他的面 干他旁边的女人 哈哈 放肆 现在敢当众行凶 当我玄冥门无人了不成 完了完了 这吴迪真的不会以为 他一个人 就能对付这么多人吧 门主 这吴迪竟敢当着您的面 进去 坚持无法无天 这北方 别再叫嚣了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吴迪哥哥 我和您一起 好 好 我都有看 你们怎么闯过两关 这些可都是玄铁打造的刀剑 消铁如你无尽不摧啊 看起来 等下他们两个 刀剑切碎了 哈哈哈哈 二八一机 这怎么可能 伏地 居然这么厉害 就算过了一关又怎样了 后面还有一关呢 伏地 来到 小小看 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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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刀山火海 也不过如此 难怪 你敢来我玄冥门闹事 果然有点门的 入座 来者时刻 怎能无查呀 来人 按查 遵命 请喝茶 你在开什么玩笑 连杯子都没有 而且这茶不少有通红 这么怕人怎么喝呀 我们玄冥门请他 向来 如果喝不了 以后 就得夹着尾巴做人 怎么 还在 哎呀 玄冥门 竟不玩这些不入流的把戏 真是可笑 妈 给你脸了 不敢喝就别装逼 赶紧跪下磕头 求门主 饶你一命 没错 无敌的少子妈废 就问你敢不敢喝 这有何不敢 就是 还 unfair 没错 我 但是 中温给你 无敌 没错 我 就 弱麗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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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 怎麼可能 霧迪哥哥你沒事吧 这茶水太粗了 喝不惯 还给 小子 别以为你这个三脚猫的功夫 就可以在我玄武门上演 今天我就杀了你 是作孽 不可 你要是有本事就放不过 我一直 便可以灭 放肆 滚够了 还嫌不过丢人吗 连过三关 却毫发无伤 你还真是有点本事啊 不错 是个难得的人子 我问你 你可愿意加入我玄武门呢 非夜重庆 谎话连篇的那个人说的是你吧 还有脸在这里贼喊捉贼 你他妈说什么你 够了 年轻人 可以心高气好 但是我给你脸 你得要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敢对我说三道四 看来 单单说 你是不会辅 能说是精子出手 这小子足利 光动手有个意思 不如我们加点彩头 赌一把如果 哦 你要赌什么 听闻玄冥门 制作福禄 乃天下第一 这样吧 我也不占你便宜 我们就会画福 最后谁画的福威力大 就是谁也 哈哈哈哈 那我斗福 你可想看了 废话少说 我要是赢了 你就把阴余余佩给交出 并且 把他们摸一两个 好 可敢 蒙主 您听话别 我做事 愿意来指点吗 独立 虽然你今日在我门中作乱 但我是个稀才的人 只要你愿意在水牢中 困上一年 抵消今日的罪过 我便可让你加入玄冥门 并且升居高位 如何呀 哈哈 玄冥门 藏屋纳垢之地 也配让我加入 小子 你敢侮辱玄冥门 今天 就像皇室离开这儿 你快点跟门主调天 就说你刚刚是一时冲动 对对啊 既然门主傻事 你就别给脸不要脸了 你赶紧向门主求情 把我巧儿放了吧 妈 你怎么 门主 无敌碑裂成性 荒换联片 如果把他留下 必定摇护为患 恨我三死 把他们农迷惩放 何感 蝴蝶你疯了吗 李门主 他是艺术花 你千万不要当人 入嘴 是老爷们儿的事情 女人上车了 你 完了完了 这无敌肯定是给人看了一次风水 还真把自己当天师了 他 他哪里是李门主的对手啊 好 小子 我和你赌 倘若你要是输了 就交出羊鱼玉背 并且拜入我玄冥门 永世为奴 这小子以为会点拳脚 救无敌了 许致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无敌哥哥 我想想 无敌 这可是你自己 可怪不 哈哈哈哈 不敌 开始啊 千万 音语玉配 音语玉配 若非神无私会 无法推算出玉配的位置 我早就灭了玄冥门 何必等到现在 不过 现在 开始吧 嗯 嗯 这针子的兄弟就来了 应该要笑语玉吧 好笑 你记住 你刚才说的话 倘若是你输了 只要拜入玄冥门 交出羽配 又是没头 那你先赢了我再说吧 啊 到黄帘先不死 竟然奴此合 开始奉合吧 这 什么 出来 接下来看 哎 这 怎么回事 他居然照顾出人天雷 我从未见过能召唤天雷的佛 他到底是什么人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是他 你冷静点 立元 你可认输啊 哼 小子 你胡我 真正没胡 那几个天师才能掌握其画画 你说的是天雷 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多说无意 你把它们放 然后把天雷还教 否则 天打五雷轰 哈哈哈哈 好了 某本事 你让天雷屁下来啊 否则 不可活 不可活 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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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主修炼玄冥门绝学 不灭精神 屈屈天雷 也奈何不了他 门主 天下无敌 可是 刚才门主说过 只有天际阁的天师 懂得雷屁的画法 那他岂不是 天际阁 当代天师 竟然是你 什么 他居然是 天际阁天师 无敌 竟然是天师 哎呀 我这是做了什么事啊 我竟将人中之尊赶出家墨 我永远不是真龙 我该死啊 我该死啊 吴迪 原来你一直在隐藏身份 你直接说的都是真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可无敌凭什么事 天师 你凭什么事啊 原来天师在此 我看谁敢放肆 哈哈哈哈 天师又如何 玄冥们比天际阁争斗多年 不如就在今天 青涩走上 不如就在今天 青涩走上 阿大护马 我拆了他 阿大护马可都是东西级高枪 这人连手都打不过他 他到底是什么实力 能不成 已经踏出门主的境界了吗 青涩你们先走 快去走 杀了你 还便宜你 这被你吵吵就当作利息 青涩你们先走 好走吧 今天我要带他们走 看哪个个 让他们走 快快走 说伍迪 伍迪哥是天师 放心 没事 走吧 快走啊 还真是后生可畏 没想到 当代天机和天师 居然这么年轻 你要的是他吧 天师节九死一生 只有双鱼玉佩 才可安然过去 不然 你跪下来求我 只要你跪下来求我 说不定 我会考虑考虑 把它送给你呀 哈哈哈哈哈哈 我会让你跪下来 把玉佩交开 你跪下来求我 我李源 笑湘 相果成神道 我跪下迪迪 变成不死 今生 你生不了我 是吧 那你看看 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脂骨 你去过王兆 如果我没猜错 这枚脂骨 就是你来吸收 运势的容器 同时也是你 金刚不灭之身的破绽 李源 冥冥之中 自有定数 从今日过后 世间再无 玄冥门 现在我问你 无事故 不服 不是不服 不服 不是不服 不服 不需被给你 以后去放回一条生物 我说 这枚玉佩 我会让你跪 终于玉佩中一击击 此次天世界 我必堵决成功 我要你去上 各位 灭了他 上 你能讲 这就对 你必须来奔运 千万 天神病 开启击击招 不得击听 积极如雷烈 显示 等你动极之时 我回来了 你们的主人都已经跑了 你们还在为他买人 值得吗 跪着 想者不杀 否则行神俱灭 天神好灭 天神好灭 三秒内 小石在我面前 滚 下 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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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天神大人 你这我公元毕业 天神 我知道你就是天神 天神你聚集我好不好 吴迪我求你了 你现在知道 此物 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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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往后 世上再无玄冥门 唯我天即可 感谢 非常感谢大家前来参加吴迪先生和陈巧儿的结婚典礼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新郎新娘登场 陈巧儿小姐 你愿意嫁给吴迪先生吗 我愿意 吴迪先生 你愿意娶陈巧儿小姐吗 我愿意 你怎么来了 我们不是说好 明天我们结婚的吗 我不管 吴迪哥哥 我现在就要嫁给你 妈 你让开 他现在是我的老公 哎呀好了 我们两个 我都要 我愿意这样 我愿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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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能让你